大家好 上次我发那个红河椅美食视频 引起很大的轰动 那么这个红河椅 到底可不可以吃 这个吃不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那么的毒 不能吃的 然后就有很多的人 他就怂恿我吃活的红河椅 这个不是找死吗 我感觉像这一种的话就像那个 美女主播 被怂恿喝那个农药死掉的那个 我感觉就像那一个一样 就有那么多人怂恿 吃这种活的东西 你说能吃吗 这个不是等于去杀吗 所以说 你们看着我灭红河椅 我预防怎么灭那就行了 学到在家旁边地里面 有红河椅危害 你们怎么灭这样子就行了吗 还叫我吃活的 那你怎么不叫我 撞那个石头去洗呢 我真是的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是爱心呢还是什么鬼东西呢 又说那红河椅跟老鼠那个都是小朋友生命不可以灭 你以为那个是什么 那国家都规定了 老鼠 那个苍蝇啊 蚊子啊 蟑螂啊 那种都是 是稀害 国家已经规定那种是稀害了 他危害到我们 我们才去灭他的 要不然我不 待在家里面 睡觉的好好的 我们干嘛要去灭他 我屁股痒 真是 这红河椅 南美洲 跑到我们这边来危害我们 本来我们国家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 农作物丰收 又没有使人 我们 国家的人 好好的 那从外面过来害我们 小生命 你像那个新冠病毒 你去投诉啊 你去申请啊 去申请 不要灭这个新冠病毒啊 你敢发文吗 有本事你有种你就发文 看一下 看国家找不找你算账 真是 想红的话你就去发文说 这个 这个 什么新冠病毒不可以灭 你去敢这样说吗 真是 不知道你是 冲流量啊 还是很无知啊 这种东西 是对我们 人民 身体健康 对我们那个财产安全有危害 我们才灭的 要不然 没有危害的我们干嘛去灭的 我们 干嘛浪费那么多物力 人力去 财力去灭他们呢 哦 搞不懂 这些人 吃饱了撑着都不知道 有没有读书 我不是骂你们哦 你们根本都分不清楚那个红火鱼 还有那老鼠那种 适合 那个是什么 小生命 那个 我不能跑题 我不能说脏话 还有就是 像平常这些红火鱼 还有老鼠 他们不吃我们的粮食 不来咬我们的农作物 我们干嘛要去灭它 浪费我们的农药钱呢 浪费我们那些 那个老鼠药啊 对吧 那红火鱼它不咬人咬人寄喜 咬的那个脚全部都是受伤 又痒又疼 它还反击那么快 我们身边 随处可见 我们万一那小孩子采到了死人 你去负责啊 我们农产品 我们损失了你来 来记住我们啊 我看你们还 还敢骂 那些人啊 你们骂的时候我感觉你的脑袋已经 被被离踢了那个离脚还 还带在那个 你脑袋上 还没拔得出来呢 现在我不说这些东西那么多 嗯 那个 红火鱼啊 老鼠啊 那个 都是生物 我知道啊 我养那个 小鸟啊 养那些宠物 养狗啊什么东西 我也很有爱心啊 像那些东西我都分得非常的清楚 什么狗啊那种 都是宠物啊 当然啦 有一些朋友他们 喜欢养那小宠物的小老鼠 很可爱 很听话 那个我就不说了 那他没有危害啊 因为他有主人养 对吧 很可爱 像在我们农田里面那种老鼠 那红火鱼他能听你吗 你可以去养他们呢 养他们他们就不吃我们的农作物了 那样子我们也不去 除灭他了 对吧 要不然谁会去 花钱的又花人力去 搞这个又担心他 什么时候来 来 吃我们家的农作物这样 你肯定没有 没有 那个被 老鼠糟蹋踏啊 去咬 一个脚 鸭蛋坏了 鸡蛋坏了 吃不了了 我损失了 那老鼠他也惊了 他就咬一下 他并不吃 他就咬过瘾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他咬坏了 他就不管了 因为那个是 畜生的那个东西 我们也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 像这一种东西呢 这种危害的物种 它是有对我们的那个财产 安全 已经有侵害了 有损害了 我们才去灭它 像我们家养的那种 GIR 那种就 没那么危害了 它又不咬人 又不损害我们家的农作物 对吧 那种就 不一样了 要是说那个 残害小生命的话 我来给你普及一下 我们平常抓鱼钓鱼 那个鱼人吃得多吧 那个也是小生命 那个鱼你不要 说那个鱼不是小生命啊 新冠病毒是小生命吗 去饱吧 还有鸡鸡鸭鸭 猪 每年我们吃多少 那种也是生命啊 那种也是生命啊 说的好像 好像你们很 很那个一样 我们不说 这是圣母 我们说是什么 还说我是什么报应啊 来的什么报应 以后 不好过啊 什么 什么说我什么 死不死啊 什么鬼东西之类的 我死不死关你什么事啊 你又不买一个小炮来给我放一下 为我助威 我死了关你什么事啊 有本事 我死了你买个炮来来点一下 猪威一下才行啊 买个金银财宝来烧给我啊 你什么都没有 还诅咒我死关你什么事啊 我病又病 死就死 关你什么事 真是 诅咒我 没错 你浪费流量啊 不说了 你还浪费口诈 你还 很生气 对不对 我说的没对吧 然后你一分都没有拿得到 不过我 我拿得到啊 我发一个视频 至少我有几十块钱 你骂我一大通 什么都没有 你还好意思说 哈 现在我们来普及这个灭杀红火蚁 过多的我就不再说了 每个视频我都说 没用 这些人啊 那离啊 可能那个 拉锡还是什么 踢脚到你 脑袋里面去 踢的不够重 对吧 你看 现在我们灭这幻红火蚁 等一会我还要找一个桶 拿那个红火蚁拿回去 用高度酒泡一下 我要看那个 颜色是怎么样的 当然那个泡酒的那种 我们不敢喝 那种也不要喝 建议大家也不要学 现在我就拿那个药粉 拿那个药水啊 来给大家示范那个 灭红火蚁 家旁边 有那红火蚁 菜地有红火蚁 大家都可以用这种 这种灭红火蚁这种 这种药啊 去消灭他们 我这个是对 公众 对大家 有 这个有益的 我这个帮助大家的 我并不是 那种什么 乱七八糟的视频害大家的 我 拍的视频都是 以为大家着想的那种 OK 不说那么多 现在 我来弄 给大家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了 因为我也拍多了 我非常有记性的 这种药水它叫灭白壳 大家就不用问我了 我这样说就可以了 来我给大家喷一下 看一下它的威力 很厉害的 你看多不多 怎么喷不出来呢 现在这个意思 灭蚂蚁的 哪一只被喷到 它就会 死掉 要是大家 它说我灭那个 小生命 灭了小动物 这样子呢 我劝大家 那个 这样说的话 大家可以去那个 农药厂 去申请国家 不给 计造农药 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 一种农药 你看 有这种它杀的才快 要是没有这种的话 我们呢 我们捏 用手就捏它 你看 没有到一分钟吧 厉害吧 你看 这个水 我刚喷了一点 没有了 厉害吧 全部 都死光了 你看 爬出来的全部 都死光了 哪只爬出来被喷到 哪一只就 被灭了 让它爬出来 很快的 不到一分钟了 大家看 死了一片 你看 很快的 一分钟 全部躺下了 很厉害的 现在我们要开一桶来淋下去 下面还有很多 灭杀红火鱼 非常的给力的 那红火鱼 它挖的再生 拿着一种一淋下去 生到哪里 蚂蚁就洗到哪里 超厉害 这窝的话就 可以不用那么多的 但是 我也不留了 这个桶太小了 像这种桶的话 一小包就可以 淋三桶 水那么多 就可以淋几窝 这样吧 这个是小窝 我们就 一桶就行了 来 嗯 OK 这窝就搞定了 好 现在我要挖鸡铲 放到桶里面 拿回去过滤 拿那些红火鱼出来 对不起 拜拜 谢谢观看